2019年12月1日 武汉一位年过七旬的老人前往医院就诊 他高手不退 后转院至金银潭 12月12日起 多位跟华南海鲜市场有关联的配合员 摊贩前往医院就诊 这种现象开始引起一线一湿的警惕 12月30日 面对每天都在出现的零星病症 武汉卫健委下发对不明肺炎的两份文件 要求各单位清查统计病人情况 这一天 金银潭医院提供分泌物样本 经疾控中心检测 呈现和SARS冠状病毒的高度同源性 晚上 国家卫健委收到两个阳性检测结果 开始组织专家组赶赴武汉 12月31日 第一批卫健委专家组提到武汉 他们承担编写第一版疾病诊疗方案的任务 当日 英国每日邮报发布中国27人 被神秘肺炎感染的新闻 2020年1月11日 中国向世卫组织提交病毒全基因组序列 当晚 这种神秘病毒有了第一个名字 大家好 我是记得 欢迎查收新冠肺炎2020总结报告 这是一份简单的疫情足迹图 可以让我们直观感受过去一年新冠的前进路线 颜色越黄 感染浓度越高 而半个月前 位于这个位置的智利南极基地 出现了36个确诊案例 病毒是被一艘货轮带过去的 这意味着 新冠已经打通游戏最后一张 地球七大洲 全部失手 还记得上次我提到野门因为内战 无人感染吗 如今野门确诊2000例 就说明战争局势缓和 祝福他们 但图库曼斯坦和朝鲜仍然干净 图库曼斯坦总统亲自宣传一种草药薰针疗法 而朝鲜可能真没有 这一年中 新冠感染人数从27 增长至8200万例 还记得这张死亡人数图吗 八个月前我说 新冠被学界认为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难对付的病毒 如今 这个可能已经去掉 它就是 现在我们得以一窥这张图的后半段 这一年中 新冠的死亡人数不仅超过霍乱 更以指数级增速狂飙突进 每一次数字的跳动背后是一个家庭的支离破碎 我们要知道 这张图表的统计截止日期是10月份 而现在12月 全球死亡人数已经逼近180万 两个月时间翻一倍 这相当于每天 有一万多人因为新冠而死去 一个新冠患者的死亡 在每分钟 发生9次 这是全球图 美国感染1900万例 印度1000万例 巴西750万例 俄罗斯307万例 英法裔西班牙共889万例 伊朗120万例 沙特36万例 日本22万例 大家认为如果按确诊人数从高到低 中国牌多少呢 是15还是28 中国95000例 第78位 一开始我们以为身属地狱 后来才发现 原来脚下才是人间 谢谢大家的付出 是手挽手的力量 让分歧泯灭 山河无恙 新冠作为RNA病毒 基因突变是非常正常的 所以它一直在变 但只有那些有效的强大的变异体 会被人类关注 并引起恐慌 突变也并不是一蹴而就 新冠大约每个月能攒下一到两个突变 就在前几天 一个积累了17个突变的毒株 被英国检测到 这是它的系统发育术 英国学者认为 这些毒株是在英国内部完成演变的 速度很异常 最直接的后果是 该变异毒株的某个突变 加强了自己与人类S2受体结合的能力 从而使传播力大幅上涨 也因此 该毒株只花了半个月时间 就把自己在英国新冠病例的占有率 从26%提到60%以上 一般来说 这种毒株演化速度的加快 都是被人类药物和抗体逼的 就像蛊虫最后留下的都是毒王 除了英国 被救也有发现独立新冠变种 如果你现在把变异最多的毒株 和最早武汉发现的毒株做对比 会发现已经发生了25个突变 那么 目前的变异会影响疫苗发挥作用吗 就像你在媒体上看到的说法一样 不会 因为目前的突变仍然只存在于个别位点 不至于把抗体的所有把点都换一遍 但是 以后不一定 抑制疫苗不会永久有效 而我们真正不需要担心变异的原因在于 变异是正常的 不变异才不正常 病毒也做不到万能 一般来说 传播力上升 致命性就得下降 致命性不下降 它变异的频率就得下降 这样的话 人类一支疫苗就可以解决它 同时 病毒会炼骨 人类的免疫系统也会炼骨 病毒会筛选 人类也会筛选 这是个持续万年的动态博弈过程 若非如此 人类无法坚持到2020 不用担心人类 担心你自己 新冠的溯源工作基本没有进展 还停留在怀疑蝙蝠那一步 一锤定音的确写证据 一切都还停留在 存在可能性的说法上 为什么说存在可能性呢 比如 11月肿瘤杂志刊文 显示意大利有团队 对国内一批 从2019年9月份就开始采集的 共959份血清 进行新冠抗体检测 发现其中有111份 呈阳性 再比如 前几天美国红十字会 在检测一批 2019年12月的血液样本时 发现其中有106份样本 呈抗体阳性 所以 这两篇论文的作者 都认为在意大利或美国 出现新冠的时间 可能比武汉更早 这两篇论文发出来时 国内媒体也都有报道 也引起舆论华人 但为什么至今 停留在民间层面 世界卫生组织 或者各国官方层面 还没有对发源地定性呢 原因主要是以下几点 1 被新冠病毒感染的人体内 会出现抗体 所以他们的血清 可以被抗体检测 检测出来 但是反过来 包含新冠抗体的血清 那个人却不一定感染过新冠 11月份Science上 有篇论文讲的就是这个 有些人被其他冠状病毒感染 得了普通感冒 但是 他们的血清 如果拿去做检测 会显示新冠抗体阳性 这说明 冠状病毒的抗体 存在交叉反应 而意大利和美国的检测 都是做的抗体 没有分离出病毒 这意味着 这些血清的主人 没有分子生物学上的证据 能被证明感染过新冠 2 我们无法百分百 确定这些阳性的人 他们是在哪里被感染的 3 如果我们拿健康成年人的 真阴性样本做抗体检测 也会出现假阳性结果 拿美国的检测结果 和健康人的样本检测结果 做对比 P值为0.02 有统计学差异 但是 当P值小于0.01时 我们才能说 有显著统计学差异 以上三点原因已被我简化 总的来说 虽然没能实锤 但新冠病毒在19年12月前 就已经在国外传播的可能性 已经非常大了 学界也无法否认这一点 所以真相大概是 病毒在传播过程中 经过多次变异 最终在武汉爆发 但是 也因为有我前面提到的 疑点存在 有不同意见的学者 会提出异议 所以我们仍然不能 一锤定音 其实 当人类每次面对一种 全新的传染性疾病时 治疗思路都是很直接的 就是把以前的 广普抗病毒药物 拿来直接用 经过一年时间 我们发现 针对新冠效果显著的治疗 只有两个办法 一是上呼吸机 帮助人体免疫系统自救 二是在上了呼吸机的人身上 使用人工合成的激素 D3米松 可将死亡率再次降低三分之一 其他疗法 包括神药瑞德西韦在内 暂时无法在 实证主义科学的范畴中 得到显著提高 患者生存率的证明 因为治疗这件事 杀不死新冠 所以让我们快速 进入真正的修行环节 那么 我们如何保证 一支疫苗有效且安全呢 第一步是临床前实验 科学家会在实验室里 给老鼠和猴子注射疫苗 之前又谣言说 辉瑞的MRNA疫苗 跳过了这个阶段 其实倒没有 辉瑞在恒河猴和小鼠身上 做了测试 产生了新冠的特性抗体 只不过 辉瑞是把这一步 和在人身上测试的 一期临床同步做掉了 我初步判断是 美国实验室里 恒河猴不够 又想抢时间 平时看起来讲究 程序正义的美国公司 竟然会允许这样做 也让我挺惊讶的 第二步是一期临床实验 科学家会找几十个人注射疫苗 第三步是二期临床实验 好几百人分成几组 继续测试 第四步 三期临床 需要找几万人测试 还有对照组 中国公司为什么这一步 都在国外做 就是这个原因 中国新冠控制住了 没有办法让几万人和对照组 暴露在可能感染新冠的环境下 只能出海 三期临床主要目的是 确定疫苗 是不是真的能抵抗新冠 有效率是多少 以及副作用是什么 接着 研发阶段结束 药企拿到完整报告 进入第五步 申请注册 政府经过审查后 决定同不同意这支疫苗上市 目前 中国速度最快的是 国药中生产灭活疫苗 第一个送审 柳叶刀发表过 他的一二期临床数据 没啥问题 但三期临床还没做完 需要讲清楚的是 三期实验是要做很久的 目前全球疫苗三期实验 都做不完 但人命关天 基本上哪个指标先出来 就先发个 包含部分指标的中期报告 媒体先公布一下 如果安全的话 政府和其他部门 就可以提前准备下一步了 这是全球生物公司 在新冠疫苗研发的各阶段分布表 三期临床阶段 包含中国五款国产疫苗 这是他们的名字和技术路线 负责任的说 新冠疫苗是安全的 但所有疫苗 都是会出现不良反应的 毕鲁 有一位64岁志愿者 在接受国药中生疫苗接种后 出现了神经系统并发症 这是美国FDA 对辉瑞疫苗做的简报 志愿者中出现了四列面瘫 而对照组没有 辉瑞在美国接种30万后 媒体也报道了 六例严重过敏反应 但我们也需要知道 疫苗里的过敏源 基本都不是疫苗本身 而是其他成分 比如培养机残留 稳定机和抗生素等 我讲这一点的目的 不是让大家害怕疫苗 拒绝疫苗 而是希望大家理解 不良反应的存在 不轻易传咬 需要强调的是 以前研发一支疫苗 一般需要十年以上 但这次大家都只花了一年不到 我相信 只要能合法合规地 通过各项临床实验 那么不同的疫苗种类 所带来的效果 不会差别很大 但是在价格 生产效率和稳定性上 稳扎稳打的生物公司 才能成为最后的赢家 农夫和小姐们 新冠2020年的基本情况 已汇报完毕 现在我们可能还需要一点 总结性发言 那些说出自由权 比生命权更重要的人 只在乎自己的自由 他们痛恨口罩里潮湿的空气 想要按计划 在每个阳光灿烂的周末逛商场 但却忽视掉别人的生命 把别人的牺牲抛至脑后 最终 量成更严重的灾难 我们终于明白 在危机时刻 真正需要的是能团结人的政府 是愿意牺牲自己的医护人员 公务员和志愿者 是每个不愿意 给别人添麻烦的普通人 而纵观历史 这个世界每一次痛苦的群体记忆 都是那些 把私心放在自由旗帜之下 扩大自由的边界 却忽略别人生命权的人造成的 让我们在即将到来的2021年 继续团结吧 在新的一年 牢记过去的教训 许下新的心愿 加油 很兴奋地想和大家分享 我在2021年的计划 在以往视频发布之后 我经常在私信中发现 有当老师的朋友 在课堂上 给学生播放我的视频 起一个调剂作用 这件事我想了很久 得出一个结论 教科书上的内容 往往广度和拓展性不够 加上反复做题 会让学生感觉枯燥 甚至对一门学科产生厌烦 如果有一种视频 适合在课堂上播放 内容有趣 又具备学术性 能拓宽学生的视野和揭发兴趣 那么这对于中国大部分 教育资源落后的体学 对那些无法接触 昂贵老师的学生 应该是一件好事 所以我决定在2021年 把主要经历花在这件事上 我想推出 进阶生物 进阶物理 这样根据学科分类的视频系列 并联系一些 在某个领域深入研究的 学者朋友参与其中 把一门学科真正的魅力 学术上的研究方向 和改变现实的能力 展现出来 让大家真正去选择 去爱上一门学科 在这件事上 已经学出来的 博士教授们是大朋友 正在学的大家是小朋友 大朋友和小朋友 就应该手拉手一起往前走 我们的第一个系列 是进阶生物 目前已经有几位博士参与其中 如果屏幕前的你 愿意出一份力 可以发邮件到我的邮箱 注意 一定是有稿费的 作为观众或者老师 如果你对这个系列感兴趣 可以关注一下 我们明年见